不知道您是否算過您一天是花多少時間以及多少錢在開車上下班上呢 花旗銀行最近做的一項調查發現 美國人每年平均花200個小時通勤 而一年的花費大概是2600美元 但洛杉磯的居民通勤所花的時間以及金錢比全國平均數要高出許多 平均下來美國人一天要花10元在交通上 但對洛杉磯居民而言每天要花16元 這包括了洛杉磯居民要付全美最高的汽油價格 買車以及保養車的費用 一年下來平均花費3640美元 而且每天花至少一個小時在通勤上 有些人表示這一個小時的通勤時間是他們唯一的獨處時間 也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不認為是浪費時間 反而是很有效率的運用時間